这个我们在平安第一家柴火剧 哇 这个味道哎 坐在炕上围着锅吃饭是啥感觉 兄弟们来青海之前啊 就有博士朋友跟我说 来西宁一定要去这个平安 尝一下柴火剧 现在呢平安是去不了了 先祝大家平安 然后呢在西宁找了一家柴火剧 这个店就很有意思啊 在小区里面 而且还可以坐在炕上吃 这个满满的仪器感太爱了 坐着 你这个人呢 我们三里有什么 炕有炕吗 哦 这个 这个可以啊 小包香 柴火的你看一下 柴火的 是这个吗 对对对 这是从柴火烧的 哦 这太棒了吧 这感觉特别棒是吧 八宝茶的吗 八宝茶 两个盖碗茶就别去炕上 这个一个炕一个盖碗茶 就是咱们西北的代客之道 走到哪都一向 哦呦 哎 看一下这个盖碗 真正的满是满载 盖子都盖不上 哎 这得不咋喝呢 哈哈 我要不要先把它吃掉一点 哈哈 四个人都能够 你盖上这个吃 把柴子都吃不住啊 再加一个啥 然后里面带的有宽粉和土豆 还可以加菜 咱们就加一个 see you tomorrow吧 这个币点是吧 再来个香菇 再来个白皮面 想白皮面好久了 这是个什么鬼 它这个罩上的话 油烟都会呛到咱们的 对吧 那它得把它揭开炒 不用呀 那有的 哦 这个没看到 怎么会想到做这个的 这个吧 以前一直在做嘛 一直在做呀 这个我们在平安第一家柴火区 就是开的 您家是平安的 对 这边是平安开了三年 这边三年而已 平安 那我们算是找对地方了 对 你尝尝我们的味道就知道了 我刚确实没看到这边那个炒菜锅 我想的热锅也不用这个架势吧 哈哈哈哈 你看 这是葱香蒜 这是熊花辣椒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两种花椒 一种是红花椒 一种是西川的那个绿花青花椒 这个红椒 一个地方一个特色啊 嗯 光他这个看了就已经很有意思了 嗯 嗯 就是半村花椒 哦 小花椒 花椒是自己做的吗 嗯 自己 我们都是面前安阳自己做 哎 这家里两个人 哦 这个啊 哈哈 有没有啥 特殊的秘方呀或者之类的 就是主要是 主要是这个椒 哦 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椒 十几种香料炒出来的 我可是也多少有点经验这个啊 有点手艺这个 不得让他同步啊 让老板那么忙 咱们用的是啥事啊 哦 工具 工具 好 这个要动一会儿 哦 哇 哎 这个味道哎 大家动了半个小时就想走啊 啊 好 来点儿 好了 可以开吃了 泡就可以泡到边上啊 好 谢谢 好的好的 好的 我这口水 你口水都有一点苦不多 哈哈哈哈 坐在炕上围着锅吃饭是啥感觉 兄弟吗 哇 这个烫哎 咱们直接上锁啊 老闺去 浅长一口 哦呦不愧是铁锅冻出来的啊 冻的超热味那种 整个跟那个锅器特别足啊 就围着锅吃这个 这感觉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真是所谓的仪式感满满啊 麦克风吃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做粉的感觉 哦 这粉动的这么上线 还这么鲸眼 CU脱毛肉 哦 这就是口感 直接这样下进去的是吧 对对对 放在那里面是吧 这是不是看的就很nice了 哦 要拿这个胖子头泡下来 这才是 灵魂吃法 虽然这个柴火竟没吃过 但是我在家里面泡洋润涛的 就是这样子泡的 哦 嗯 等你吃 就刚刚好 这感觉是一块冻出来那种感觉 好了兄弟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今天是三人消费234 来西宁呢 拆回去值得就是啊 兄弟们 咱们青衣海的阿达西纳跟我说来西宁一定要尝一下当地的街边美食尿皮 说是如果说你来西宁要不尝一下他的话那你肯定就白来了 走着 尿皮是什么 到底是尿皮吗还是尿皮 说实话对于我这个龙松孩子说太难了 尿皮有吗 就这种饼是吧 然后咱们这个叫尿皮是吧 尿皮是尿皮 擀面皮是擀面皮 然后这全是面做的是吧 对面做的 嗯蒸出来的面是 要蒸一个下 然后辣子多一点 这葱油是吧 韭菜 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我带的装备啊 我知道跟你刚才你们都很好奇这是吧 看一张桌子就出来了 是不是很方便 这是不是很切记的感觉 看这一碗青海酿皮 哦哟哟看这层红油 好可以这欠床几个 嗯 你比如说这还挺好吃啊 特别重的辣味道 但是有点回甜 还点韭菜花子里的 反正这边比较喜欢吃甜食 是不是很厚实的感觉 然后这再也很扎实 我觉得这个蒸的比较适合新疆人吃 这个面筋看风波状其实就很不错 但是我感觉跟新疆的两不一样来说的话 这个比较厚实一点 嗯 看这边 都过饭讲了还在排队 哦这个辣椒油蒸的太香了 其实说实话手工的东西啊真的就不一样 哦太香了 好的兄弟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来西林一定要尝一下这个酿皮啊 Ciao 好